真的愛玉到口裡面 到口中會化掉 軟軟的會化到這樣 軟Q軟Q的 淋上糖水加點檸檬汁 酸甜酸甜 晶瑩剔透的愛玉 只是夏天最慶良的 待完畢 但是你喝的愛玉 是真的嗎 你如果在外面吃到的愛玉 是那種硬梆梆的 像那種果凍一樣那種的 好像蒟蒻那種 還要用牙齒去咬它的 那個基本上都是假的 老闆拍胸脯掛保證 自家愛玉絕對洗精 還拿出一大盒的愛玉籽 給我們看 強調每天一早 親自手洗愛玉 他說在光照下 淡黃色的愛玉裡面 如果看得出紅褐色纖維 和細紫穴才是最天然的 但其他假愛玉口感 打哪來 實際走訪烘焙材料行找答案 果然找到愛玉粉 包裝說明是卸上糖 黏稠劑 濁色劑等等 成分根本沒有愛玉 跟著包裝上的步驟 我們實際把愛玉粉加入溫水 攪拌完全混合 看不出粉末後 等到水滾就關火 整個過程不到兩分鐘 放涼後立刻放進冰箱冷藏 等待的時間 我們自己來收洗愛玉 這個是我們在農場買到的 天然愛玉籽 我們現在實際用這個愛玉籽來洗洗看 以農場老闆教的手勢 我們用擰衣服的方式 手洗愛玉籽 很快的水的顏色慢慢變黃 15分鐘後大功告成 同樣等待一段時間凝固好 從外觀來判斷可以發現 同樣都被叫做愛玉 但是手洗的愛玉 顏色較深是混濁狀態 而愛玉粉做出來的是淺黃色 兩者的軟硬度明顯有差 現在我們把這兩種愛玉 拿來加熱實驗看看 在平底鍋上一起放入天然和化學愛玉 開中火測試 不到10秒鐘化學愛玉就化成一灘水 在鍋子裡流動 而天然愛玉還是帶有黏稠感 這些都是天然果膠的證明 那它的果膠跟我們的礦物 水裡面微量的礦物質 就會交結起來 變成一個立體結構 就會很比較耐的高溫 既然化學也可以做出愛玉 我們進一步追查 市面上的愛玉產品 是真的也是假的 隨機到手搖飲料店問問看 其實我們愛玉是怎麼做的 這是手洗的那個 愛玉是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有賣愛玉的連鎖飲料店 店員口徑一致 不過還得通過真假大考驗 愛玉凍之後 它一段熱 雖然也會溶解 但是它的溶解速度非常緩慢 如果是不是一般合成的愛玉的話 它是用那個鹿角菜膠之類的 那種膠質 它是白色粉末嘛 加到水裡面加熱溶解 那加熱溶解後冷卻它就變成一個洞 那所以這個洞呢 用加熱就可能會辨識出天然的愛玉 跟那個人造愛玉 實際一杯一杯撈出愛玉之後 用火燒經過高溫溶點 其中兩家的愛玉居然一碰到高溫就融化 燒到最後只剩下一攤水 而成分中標示有愛玉子的市售果凍 碰到高溫只有少數出水 真假一目瞭然 但為什麼有店家會選擇用化學愛玉 恐怕跟成本有關 比較看看就知道 同樣都是加入1500cc的水 15公克的愛玉子要花145元 一大包愛玉粉只要47元 價差高達三倍 真正的愛玉的話 一斤要不要1200 1200 對 那還有有機可能又更貴到2000 因為現在越來越貴 所以為什麼外面很多假愛玉 其實有假的你就知道真的很少 野生愛玉攀附在高山巨墓上 還得爬到樹頂才能結果 收成時只能靠年輕人徒手 一步一步往上攀爬 或以家常工具剪切 從採收到剪食 全都得靠人力 以前的在愛玉下山裡面是 你住在那裡兩三個月 有個量以後就搬下山 等50公斤橫著了 到五部落來要一天 到部落以後還要出去 要走很遠的路 要爬過山要走一些跳步 正因為愛玉收成難度高又危險 加上林班地逐年減少 愛玉子量少駕養 也讓素成假愛玉趁隙出現 但口感可以替代物種的保留 卻不能 全世界只有台灣種得出純正愛玉子 如果山區的野生愛玉子 無人願意採摘 愛玉產業將慢慢消失 加上氣候變遷加劇 台灣原生種愛玉危機四伏 愛玉子的經驗是70幾到90幾之間 也就是說它的遺傳度很相近 如果我們不保育它 可能一次的氣候變遷下來 也許不適合它就被摧毀了 台灣的野生愛玉屬於高經濟作物 種植面積520公頃左右 主要分佈在嘉義 屏東 南投 以及台東山區 保守估計年產值高達1.43億元 過去曾經外銷到日本 成為熱愛的甜食之一 意識到愛玉子的生存危機 鳥栗農改廠從民國70多年開始 全台蒐集愛玉子的種源 30年下來已經蒐集了115個愛玉子 回到苗栗農改廠牽插繁殖 再進行選種和配對 歷經數十年研究 終於找到適合低海拔種植的愛玉子品種 苗栗1號和苗栗2號 這顆是1號 可是現在索實還很小 這兩個品種每一年 每一株都有20到25公斤的產量 是野生愛玉的三倍 果膠含量也遙遙領先 像是苗栗1號 果膠含量平均1.7% 比野生愛玉高出4乘2 苗栗2號果膠含量平均2.1% 也比野生愛玉高出7乘5 也就是說 手洗出來的愛玉 將比過去高出7乘左右 也因為是早生種 6月底7月初就能採收 避開颱風季降低風雨 對愛玉的威脅 苗栗1號苗栗2號 這種低海拔種的愛玉品種 果膠比以往更多 也不必在攀附於頂天的大樹上 而是靠一根又一根 僅僅三米的水泥柱 慢慢的往上攀爬 就能幾米大幾寸 但是研究過程吃了不少苦頭 其實早期我們的前輩 在嘗試的時候 試過很多瘋狂的方法 我在想說我種過葡萄 那我是不是搭個葡萄藤來砸 可是大家知道 因為愛玉子要有公有母 那我們只要採母的 那公的是讓牠授焚的 所以到時候全部果都混在一起 就沒有辦法採收 這就是失敗的例子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灌蓋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原子 是從上面把水灌下來 所以愛玉子是澆熱水的 那苗也會死掉 甚至柱子弄短一點 因為愛玉子的特性就是 你爬到頂才開始會長結果枝 所以如果你的柱子短 就會快點收穫 可是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這樣的產量是不OK的 花了數十年時間 苗栗農改廠終於培育出適合的品種 也找到對的種植方法 但方法有了 還得有農民願意種植 一直到民國102年 從金融業退休林建文 找到苗栗農改廠 衝著愛玉是台灣特有種 她決定用愛玉成就她的退休生活 林建文在新竹關西找到正面 三面環山的山谷 開墾 鋪路 輕力輕微 種架了800顆 苗栗二號的愛玉子蜘蛛 選擇這裡其實是為了愛玉小風 因為愛玉小風飛行能力不好 如果風大就會影響到受粉 你看這些都是小風密密麻麻的 那我們愛玉跟小風我們叫它富力共生 就是誰也少不了誰 那為什麼叫富力共生 就是愛玉在它18到26天左右 它尾部會開個口 那山花愛玉特有的味道來吸引小風 愛玉果實是飲花果 也就是花開在果實裡面 還分成了瓷果和熊果 它要傳宗接待只能靠愛玉小風帶著花粉 鑽進瓷果成功受粉之後 才能繁衍出下一代 也就是因此它們少了彼此就無法生存 只是大環境氣候變遷 零班地減少 台灣天然愛玉越來越少 林建文想替台灣特有種勁奮力 並非一帆風順 原先是疫病兩年半就可以開始採掃 那其實那是兩年半才開始有結果 等到有一定的量 第一個先要把風引過來以後 讓它風在這邊培養它們的一個呼應環境 呼應環境以後它才開始繁衍 等到引風的時候 我一定是第四年才開始引風 預計說三年就可以採掃 事實上不然 林建文前前後後花了五年才有初步成果 現在這片1.6公頃的有機農場 一年可以收成一千兩百斤的愛玉果實 他也申請了農產品 出極佳工廠的認證 把採收夏爾大愛玉清洗削皮後 送進機器乾燥 像這個乾燥就是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次削皮以後 第一次乾燥差不多十幾個小時 那十幾個小時我們要把它翻面 那翻面第二次要四十八個小時 那四十幾個小時 因為要把它的含水力降到10%以下 為了方便保存 乾燥的愛玉籽取下之後 林建文會再包裝 讓一般民眾都可以買回家 自己手洗愛玉 他說自己種的苗栗二號 可以洗出100倍的愛玉 但民眾得要選對水 像是礦泉水或是煮開的開水都可以 千萬不能用市售純水或是 過濾過的水來洗 否則水中的礦物質無法 和愛玉籽相互作用 接著要用像洗衣服的手擰方法 洗啊擰啊15分鐘之後 慢慢出現愛玉的金黃色 真的愛玉 它靈動以後就開始出水 那這個為什麼會出水 是水解酵素在分解 那它的水解酵素是對人體最有用的 其實愛玉不只是低熱量高膳食纖維 苗栗農改廠還發現 它有抗氧化抗發炎的生意用途 一顆愛玉籽我們做成面膜可以做500片 因為它只要一點點就有功能了 我們是根據細胞跟動物試驗的成果 去添加的 那最近我們發了國際期刊 其實有蠻多廠商蠻關注的 這項研究在2022年5月已經登上國際期刊 未來愛玉籽渴望量產做面膜乳液等保養品 不企業的小小愛玉籽從消除飲品 大變身進軍生技市場 繼續替台灣吸引國際目光